抗議、抗議、兵主、拜拜! 抗議、抗議、兵主、拜拜! 抗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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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carre、 beauty Dassorhtans 抗議、抗議、抗議、抗議放森 抗議、抗議放森 這麼強? 好 兩節後就把它學起來了 就可以做起來了 200119新型冠狀病毒 新華國小與你一起手 口罩佩戴方式 開包裝 這是我們的Azino版的 因為它的造價很便宜 所以你看它感覺是很陽春的 新華國小來看我們孩子們 在防疫的過程 從學校進來 透過我們的科技防疫 小孩子自己做的 洗手消毒的機器人 進來之後看到孩子們的表現 真的非常的優異 我們新華國小從過去50多個孩子 到現在有70多個孩子 在在都是校長跟老師們的一個用心 也配合了彰化縣政府 一直不斷的推廣的製造科技 以及AIOT 讓孩子們透過科技的一個學習 從生活中去找問題 出來克服問題 把教育的真諦發揚的淋漓盡致 我想在這邊再次的謝謝校長 及所有的老師的用心 當然更要謝謝家長會 全力的一個支持 那越早讓孩子來接觸科技 讓孩子們及早適應科技 我想這次孩子未來在這個 國際觀也好 這個競爭也好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力氣 我想在這邊再次的謝謝校長 那我們這個新華國小過去 在我們縣內的科技的比賽 也都是第一名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學習 讓我們偏向的孩子 能夠呢 這個接觸到科技 能夠提早這個適應科技 我想對孩子們的未來發展 絕對會更好 這關這個防疫機器的這個由來 是因為我們平常 我們在五年前就開始做 積木教學 科學積木的一個教育活動 那這次的疫情的嚴重 那當然我們學校 都要做一個把關的動作 那校長每天就在校門口 跟我們的保全先生 在幫孩子量體分 噴一下酒精 那孩子看在眼裡 他們覺得校長這樣子的動作 是不是會辛苦呢 所以他們就跟老師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來做一個這樣的設備 讓校長的減輕負擔 我想這是孩子們 一個很溫暖的一個動作 溫馨的一個動作 那在討論過後 老師說這個其實難度不高 所以他們就用兩節課的時間 就把這個防疫機器鏈組裝完成 那經過這個媒體的報導之後呢 那很多學校也都群起校友 那現在很多的防疫機器人 各式各樣的機器人都出現 那像另外我們有一個 Arduino版的這個 它的造價就非常便宜 那孩子們實際在接線啊 過程當中 它就體會到其實我們的科技 就是來自於生活 那從生活中呢 找出解決生活困難的這個智慧 那就是我們未來十二年國教 素養導向的學習 這是我們的一個教育目的 因為剛開始 就是剛開學的時候 我們一進到校門口 就會看到校長他就在那裡幫我們 每個人在噴酒精 然後 畢竟我們學校也是有七十多個人 然後我就會覺得校長應該會按到手栓 然後我們就跟我們的老師講說 可不可以做一台像這種的防疫機器人 然後讓校長不要那麼辛苦 那最近那個科技都非常發達嘛 有一個ABC啊 A是AI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工智慧 V就是Big Data 就是那個大數據 然後C就是Cloud 就是雲端 所以我想 新華國小在校長的這個關切 聚焦 然後教學 那麼認真的情況之下 我想 這個學校 得到這個 得到第一名是一定的啦 謝謝謝謝 謝謝